我们今天的生童懒人家常菜又跟大家见面了 我们今天的主角是青椒炒腿肉 但是有一个小插曲 我们的腿肉给我们开了一个小玩笑 是什么样的小玩笑呢 大家可以接着把视频看完 首先我们来称一下我们今天要吃的一些蔬菜 还有肉的一些重量 红椒300克 青椒250克 猪腿肉400克 还有咱们昨天剩下的紫甘蓝炒腊肉 这个是昨天剩下的肉末炒茄子 咱们今天一共有两个剩菜 新鲜的小白菜300克 打算跟咱们昨天剩下的紫甘蓝和腊肉一起给炒了 还有一包上海青550克 好咱们现在就开始处理这些菜了 先把红椒和青椒洗干净 颜色是不是很漂亮呢 这种青椒会有点辣 小王老师有时候会把坝上的籽给填出来一部分 再把它切成条 红椒也是这么一样的处理 切成薄薄的一条 一些不能吃辣的朋友呢 就尽量把籽剔得更干净一点 小王老师还是比较能吃辣的 即使留下一些籽我也不太建议 好咱们的青椒呢就处理完了 我们再准备一点一会儿炒腿肉用的生姜 然后呢我们再洗一下我们的上海青 小王老师会把屁股给撅掉 上面的叶儿稍微冲一冲就出来了 懒人做法 这样做呢虽然很快但是会浪费一部分的菜根 上海青这些拔呢如果用手不太好揪 可以用剪刀把它给剪掉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上海青就这样洗完了 很快 还有一点小白菜是打算跟甘蓝一起弄的 咱们来把它给洗了 300多克的小白菜炒出来其实只有一丁点 这就是为什么小孟老师会打算把它跟紫甘蓝放在一起炒的原因 有很多朋友说一斤的蔬菜吃一整天 在小孟老师看来呢一斤蔬菜真的炒出来多少 很小的一盘 好咱们300克的小大菜就洗好了 我们再来处理一下我们的腿肉 这个腿肉呢大概是400克 看起来肉挺多的啊 大家发现没有好多皮啊 咱们被这个腿肉给骗了啊 很多时候呢大家在超市里面买腿肉啊 买一些其他部位的肉啊 他会把比较漂亮的那一层面放在最上面 大家看起来好像肉挺多的啊 但实际上你翻过来一看 哇这么多的皮 这么多的肥肉很有可能被坑啊 咱们这次呢就被美团给坑了 好咱们现在呢就把腿肉给切成小块 连皮带肉一起切啊 带皮的腿肉呢切起来确实没有那么方便啊 切起来会比较慢一点 终于呢咱们切好了 把肉放在盒子里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 就是咱们今天所有要吃的 蔬菜呀肉啊剩菜呀 全部都在这里了啊 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开锅炒肉了 还是老样子 加入一点羊油 均匀的在锅的表面涂上一层啊 把刚才切好的生姜放进去 撒上一点胡椒 小萌老师喜欢一点抑郁的风味 于是呢 往里面撒了一些自然 我们再把腿肉倒进去 开始炒了 大家还记得了在上一次视频的时候 我们每一次炒肉 都会往里稍微撒一点盐 咱们这一次也不例外啊 肉大概有个五六分熟的时候呢 我们再撒入一点盐 不需要很多 主要呢是为了把你们的水分 也逼出来 然后让肉稍微入点味 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撒一点五香粉 继续翻炒 炒到我们的肉呢 稍微有一点点焦黄 这样子最好了哈 料酒呢 有的时候也不会给 因为咱们这次给的生姜 小萌老师可能就不会给料酒了 有的猪肉呢 是有股骚味的 大家可能需要试情况 多给点生姜 或多给点料酒 咱们这次买的猪肉呢 还不错 现在肉炒的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倒入青椒了 绿色青椒有点辣 所以啊 小萌老师准备要大火的 爆炒了 那么青椒炒到一半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准备给盐了 大家还是仔细观察 小萌老师给的盐的分量 到底有多少啊 这一点很关键 很多朋友在炒菜的时候呢 口味偏淡 不使用给盐 那个时候在生姜 不是大西啊 这次用的是 含点滴纳盐 均匀的在菜上 撒上一层啊 鱼露均粘 最后呢 还要再稍稍加上一点点 咱们再接着炒 拌匀 炒到青椒 开始有一点点变转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就要准备要起锅了 我们最后再来一点点生抽 让咱们的猪肉呢 看起来稍微漂亮一点 关火 用一个砂锅来撞啊 特别有孤单的特色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很漂亮呢 也很好吃啊 既好吃又漂亮又能成同的 青椒炒猪腿肉 就这样完成了啊 接下来呢 我们再处理一下 我们刚才准备的出菜 还是老样子 炒菜的时候呢 咱们浇上一点橄榄油 再把刚才趁机剥好的蒜 扔进去 炸的有点金黄 我们就可以把小白菜倒入中 剩下的就是一份爆炒了 咱们再加上一点盐 还是均匀的撒上一层 然后呢 额外的再加上一点点 OK了啊 我们再加上一点白胡椒 翻炒一下 就可以出锅了 往往蔬菜炒完之后呢 会丧失非常多的水分 然后我们在起菜摘菜的时候 也会扔掉很多的一些根啊 茎啊 所以往往500克的青菜 最后炒出来不剩多少啊 小毛老师给大家规定 每天吃的蔬菜的时候 是把这些根茎都算进去的 大家真的不要再讨价还价了 我们最后用盘子 把这最开始500克的这一袋 上海青盛出来 大家看看到底有多少 刚好一个小盘啊 非常的少 所以大家如果说 一天只能吃500克的蔬菜 如果是上海青的话 可能真的不够 还是用最后一样菜 就是我们的小白菜 跟紫甘蓝腊肉的混合了 咱们偷个懒 先把小白菜就这么直接倒进去 连锅都不洗了啊 大火加热 再往上淋上我们的橄榄油 懒人做法啊 把菜炒软 别忘了给圆 均匀的一层 再补上那么一点啊 小白菜其实就这么炒好了 我们呢 再把昨天的剩菜倒进去 紫甘蓝和腊肉啊 紫色的甘蓝配上绿色的小白菜 颜色还是挺漂亮的 我们的腊肉已经看不见了 我们还有昨天剩下的牛排骨汤 和青萝卜啊 我们这次老老实实的炖足了四个小时 非常香 萝卜呢也炖烂了 我们用小碗把它盛出来 一人一份 哇 大块肉啊 微博炉里还剩下我们的一些肉末炒茄子 我们把它加热之后 跟其他菜放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今天中午的懒人生头家常菜啊 主菜是我们的腿肉炒茄子 还有我们的牛排骨汤炖青萝卜 再有我们的两样素菜啊 大家学到了吗 有更多想法呢 请在视频下面跟小孟老师留言 请大家点赞关注收藏 我们下一期再见